我们刚才看到有个年轻人32岁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他经常可能会熬夜 这也现在我觉得当今年轻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吧 这个熬夜其实是不是也是导致脑出血可能会出现的这样一个诱发原因之一 熬夜的本身会造成人体内分泌环境的紊乱 这种紊乱也包括人体的身上腺素和去甲身上腺素分泌的增加 导致血管收缩 血压增高 甚至血管持续地处于一种高张力的状态 这是形成高血压的一个病理性的基础 长期熬夜的病人会产生这些问题 然后这些问题本身时间长了产生高血压 高血压又会出现一系列的一些病理性的改变 最终导致出现脑出血这样一个严重的一个后果 那也就是说这个一过性的如果要是反复地刺激它 也会造成这种持久性的是吗 没错 因为熬夜本身或者在特殊情况下会造成血压升高 但是如果这种持续的血管的这种血压升高的情况下 就会造成血管的硬化 变脆了 其他的一些因素 往往这种情况下就会变成一个持久性的高血压 变成真正的高血压了 那如果说连续熬夜一周 然后每天只睡一个小时不到 是不是就构成这个反复刺激它的这个条件了 您说的这种情况下在我看来就是玩命 对 因为这么说 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在这种长期熬夜 每天只睡一个小时的情况 特别容易出现猝死的这些情况 假如它本身就有基础性的什么高血压 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它还去熬夜 那熬夜就变成扳机 没错 就相当于这个扳机勾动了 然后子弹就发射 是 这个意思 在长期这种血压高的情况下 那血管会内皮吸发会产生一些破坏 然后会形成一些微小动脉瘤 那这种情况如果你还去熬夜去刺激它 在一个瞬间可能血管超过它的预值了 就会发生高下心脑出血 我们现在说的都是年轻人 其实现在手机短视频或者各种平台比较多 很多大爷大娘其实上了岁数之后 他们也玩手机 而且有的玩玩手机 直到手机都已经掉地下了才睡着 你说年轻人熬夜 尚且有这么大的危害 岁数大了之后 熬夜是不是伤害更大 没错 因为老年人往往存在一些基础疾病的问题 以这个为前提的话 在熬夜或者是造成血压升高 这些危险因素有可能有烦恼出血的情况 所以大家还是建议在及早在夜晚 要摆脱手机 然后去早一点安排睡眠的情况